歡迎大家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我們講講守成 我不是只想跟大家講守成這齣戲 那些人看 但我們都會將這些資料給大家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特區政府 無論是警察部或者消防或者任何一件事 其實當你要做宣傳的時候 你還需不需要港台呢 香港電台這個政府花十幾億出來的電台電視台 即是活據說守成是第一次證明到 是不需要港台都可以做好一個宣傳節目 即是踢爆了港台 我們分開兩方面講 我們首先講講守成這一齣電影的微電影 守成在上個星期六在TVB緋翠台播出來 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未知道TVB的數字是多少 即看的數字是多少 但是一向來講 即是星期六十點半不是黃金時效 拉雲來說那段時段應該如無意外 十至十二個percent都有 十至十二個percent 即是大家七八十萬左右 至於守成 因為有這麼大宣傳的作用做了出來 很可能這個應該爆爆 即是過百萬人看的 如果我們放了在香港電台政府的電台 香港電台電視部 那會有多少人看呢 根據我們所看的這段時段的收視率 就很可能就是零或者零至一 那麼上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是TVB的力量 是大過香港電台電視頻道 幾多倍 那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說 除了電視看之後呢 網上多不多人看呢 我們看回警察的頻道 自己的頻道 都已經二十幾萬人看 再看回香港很多 很多藍營或者其他的頻道 都有拿了一條片去播 那我們計一計的數 粗略計一計 幾千又有幾萬又有 那計一計 我們很可能相信 直到今天這個星期二為止 在YouTube看首成的人 可能都已經有三十幾四十萬 即是兩者加起來 就超過百多萬 這條片最主要說什麼 就是香港警察不怕打 你是恐怖分子照打 海洛空用追擊手開槍 什麼都可以做 即是換句話說 你不要來撩香港 撩香港警察就會打你 那這個是玩什麼呢 就真的是曬冷 即是說 香港特區警察 是有這樣的力量去打的 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警方不告訴你 大家都會問 拍了多少錢 找林昭妍拍 拍了九天 一日幾萬元 十幾萬元的製作費 少不了多少 但是這條片 因為是警方拍 是限了很多錢 如果找人 你找林昭妍自己去拍 可能要拍千幾萬元 即是才能拍到 那理由為什麼 六百個林記 不是少的 六百個林記 是裝備 衣服 然後槍 或者在這麼多的警方做 這九天的拍攝 肯定是很貴的 但是現在警察出了所有 這個告訴別人 就是特區政府所有的部門 如果要拍一條片 是想別人知道他們的部門 是做什麼 去宣傳自己的工作的話 是不是可以 和警方搜成這樣的做法呢 只是用了自己人 找一個真是世界級的導演回來 攝影師你們出 總之包了一條數 我們再問多 我們再講多一句 究竟這條片 除了拍之外 在TVB播要多少錢呢 大家要明白 十點半時候 其實這段時間 很多時候 就是TVB廣告商用的時間很多 現在大家在YouTube看的片 大把片 十多分鐘 也拍得很好 警方這條片也拍得很好 我們可以說到什麼 如果我們可以在YouTube繼續播 YouTube日反而有錢收的話 那你說這條片 是不是可以賺錢回來幫補一下呢 那天 即是 記招的時候 有ViuTV 有Cable 有其他電視台都在這裏 港台都在這裏 其他有人舉手就問 為什麼不找我們播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播放權來的 當然 大家不說那句 就是TVB可以保證 最少有一百萬 百多萬人看 你又沒有 那你沒有 那我就不找你 但是當然 警方的說法就是 我們再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那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大家只是 那隻眼睛就看了外面的電視台 港台有沒有用呢 那也都問一句 如果用港台播的話 有沒有作用呢 如果在電視播 只是得過零至一點 那沒有人找你 不需要港台的首成 重要的啟示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 港台一年就十億 花費十億 但電視台花了七億 我們不要說電台那一筆 只是說電視台那一筆 一年花七億 那我是不是政府 放七億下去給港台 是否希望港台做完這些節目出來呢 就是會令到香港人有向港心 或者是對香港政府 或者對香港政府的施政 多了解多了支持呢 有沒有做到這一點呢 警察好 誰好 如果再要和港台合作的時候 另外要付錢 記住這一點 港台原來全部做不到 這個宣傳推廣特區政府這個做法 那我又問你 那六七億打水片 請了幾百人坐在那裡 一個月拍一次片 其實你現在播這些片 很多都是買回來的 那你說花這些冤枉錢 為什麼呢 記住一件事 今時不同往日 以往有一萬多億的儲備 今天剩下多少 七千多億、六千多億 今年可能跌到趴在那裡 那七億港台所花的錢 倒下鹹水海的錢 還值不值得用呢 如果你問我 當然 現在就有個檢討 港台管理及管治小組 有丁葉燕薇在做 應該差不多到這個月 應該是續完這個六個月的檢討 那他是做什麼呢 管理管治改善整體的營運 然後向這個商經局提交報告 那他建議什麼 大家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就會說一句 現在應該是政府可能大刀闊斧 看著港台就說 港台你不需要再做電視台 那個電視頻道取消它 三十一、三十二取消它 其實很多其他電視台 其實不知幾恨政府 肯給錢下來他們手中 又這樣說 那為什麼你政府部門 個別的政府部門 不是香港電台 為什麼不可以直接跟GVB 跟UGV 跟Cable大家聊聊 拍片、集 當然你出一些東西 你又拿一些錢出來 那這些錢從哪裡出來 在你的budget上出發 我沒有budget的 不是 那麼政府省了港台 那七億 留一兩億出來 就給你們來申請 那麼拍出來的片 除了在那個電視台播之外 沒有一定是TVB、ViuTV好、Cable好 另外再可以在YouTube上又播 在自己的網站有播 其實政府部門都有很多 有自己的頻道 所以在這樣看的時候 香港電台更加不存在 成為一個電視台的身份 是沒有了今天 對不起 今天港台是沒有了這個需要 是有一個電視台的 記住一件事 到今天的疫情這麼厲害之下 經濟下滑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政府是應該省錢 不是應該再扔水片 亂扔錢的 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真是未看 首成的 上YouTube打首成兩個字 你自己看看這條片 當然你搭上去的大電視放出來 當然是漂亮很多 但無論如何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首成是不需要香港電台 那香港電台 還有沒有存在價值呢 這個就是我看首成之後 所得到的結論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大家看完片別走 記得按訂閱按鈕 之後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了 再見